娱乐圈对于女明星的颜值、身材向来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,因此,绝大多数女明星们为了上镜都会拼命地瘦身,甚至是医美。 同样的,不少男明星为了能在圈中奠定自己的地位,其拼命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女明星。 但是,除了因工作需要,还有很多因病报受的男星,让人直呼认不出。 1.邓浩光,2022年10月23日,据港媒报道,曾被誉为飞鱼王子的知名戏骨邓浩光,罕见露面,不过其变化之大,让许多网友惊呼认不出。 原来,素有泰国通知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胡慧冲日前更新了一段视频,并配闻开心突发。 昨天碰到上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,飞鱼王子邓浩光。 镜头中,邓浩光穿了一件身V上衣,戴着黑矿眼镜,打扮得非常休闲。 让人惊讶的是,许久不见邓浩光的变化非常大。 和前些年相比,他身形暴瘦,手臂细得就像两只竹竿,胸前甚至能够清晰看见突出的肋骨,并他身上的衣服显得十分松垮。 要知道,游泳运动员出身的他,常年坚持锻炼,2014年拍摄活络游广告时,他一身腱子肉,看起来非常壮硕。 而如今他不仅肌肉消失,脸上的胡须也变得花白,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,让人忍不住担心他的健康状况。 好在,从画面里能够看出,邓浩光的精神状态似乎还算不错。 难得与好友相聚聊天,他显得格外开心,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 2.林伟 近日,TVB知名男星,金牌绿叶演员林伟,就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组铜蛇诗曼的合照,正式官宣加入News新闻女王剧组。 随着林伟的照片一经发布,瞬间在网上引发了一波热议。 因为当年林伟在使徒行者中就同蛇诗曼有过合作,看到两人多年后再度合作,不少网友都特别激动。 但其中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,从林伟分享的近照中可以看到,他整个人看上去销售了不少,因此被网友传媒质疑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。 照片中,林伟的面部确实相比之前有了明显的凹陷。 加上光线等问题,林伟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并不算特别好。 不少网友都在他的社交媒体下留言,询问他是否健康出了问题,但他本人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 最后,希望林伟身体健康我,一切安好。 3.周润发 近日据媒体报道,香港渣打马拉松正式举行,这也是疫情常态化后香港近期最大型的体育赛事。 而67岁的影帝周润发,也现身本次马拉松,首次参加十公里赛,其状态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。 当天,周润发身穿黑色运动服,戴着同色系的棒球帽,还卡着一个显眼的墨镜,但依旧能看出他头发已经花白了许多。 而且,周润发如今身材消瘦,网友说他似乎有点暴瘦的倾向,感觉成了皮包骨头,好似竹竿,让人有些担忧他的身体状态。 此外,不少网友说周润发现在老太尽险,笑起来石满脸褶子,眼角的皱纹完全遮不住。 当他和参赛选手合影时,能明显看出脸部皮肤下垂,难掩岁月痕迹,但周润发依旧亲和力十足, 赛后不少人都前来找他合影,他都一一接受,礼貌回应,随时都透着那种儒雅谦和的气质与魅力。 4.黄宗泽 近日,超多网友在香港街头偶遇黄宗泽,离开了美颜和滤镜,真实镜头下的他老到认不出,皮肤有黑面部凹陷,仿佛被掏空,一时引发网友热议。 很多港星走红之后,都热衷于开餐厅,黄宗泽也不例外。 开餐厅对于黄宗泽来说,是仅次于演戏的第二大爱好。 他早先在尖沙嘴开了一家高端餐厅,后因疫情爆发,外加经营不善,一度赔个精光。 今年年初,黄宗泽决定重新来过,不仅升级了店面,还重新装修了一番,历时一个多月,餐厅在4月10日重新开业。 黄宗泽当天打扮得非常朴素,身穿红白条纹夹克,头上戴着余夫帽,与荧幕上那个雍容华贵的翩翩公子大不相同。 不单穿着朴素,甚至素颜出镜,但他的状态却很差劲,皮肤有黑泛黄,胶原蛋白流失后面部严重凹陷,骨骼突出,黑眼圈严重,胡子拉叉的一整个大叔的赶脚。 暴瘦后的黄宗泽愈发的显老,看起来眉睛打彩的仿佛被吸干,甚至有网友调侃他遇到了黑山老妖。 黄宗泽可是出了名的爱玩,应该是纵欲过度,一百年纪了,还是要注意身体。 5.张达明 前段时间,据港媒报道,TVB于2022年开拍新版宋世杰。 暂定的演员阵容为,世帝王浩信,姚子玲,张达明,林自聪,以及金刚。 相较于以前的老版宋世杰,此次的新版将会迎来很大的突破。 相信对于许多港剧迷来说,此次张达明的再度付出,也是一种惊喜。 当年由他主演的宋世杰系列,绝对算得上是很多人的美好青春回忆。 此次张达明决定再度出三位TVB拍剧,确实令外界都比较意外,因为前几年,他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。 大概从2010年开始,张达明就突然宣布减产,曾经活跃在荧幕前的他,突然变得低调起来。 结果后来才知道,张达明在一次身体检查中,被查出患有鼻烟癌,并且已经处于晚期了。 当年,张达明在得知自己患上鼻烟癌之后,他曾四处求医。 有的医生甚至告诉他只有半年的生命,令他一度非常难过和绝望。 但有的医生又告知他,他的病情有得治,希望他放松心情,积极面对病情。 在经历了短暂的难过之后,原本就性格开朗的他,很快接受了患癌的事实。 在医生的建议下,他淡出荧幕,开始积极接受治疗。 虽说接受了自己患癌一事,但张达明在当时做出了一件至今都非常后悔的事情,就是他悄悄地为自己选好了骨灰盒。 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经过了电疗、化疗以及中西医结合等手段后,张达明的癌细胞得到了有效控制。 为了不让癌细胞再度扩散,这些年张达明还尝试了针灸、气功以及火疗等方法。 当然为了治病,张达明这些年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,但他一点也不后悔,毕竟没有什么事,能比活着更好了。 在四年前,随着身体逐步好转,张达明曾短暂复出,和郭富城合作,拍摄了电影《卖路人》。 当时观众都发现,张达明受到癌症的影响,整个人骨瘦临寻,受到脱象。 但是他在影片中依旧奉献了精湛的演技。 结果正是这个角色,让他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殊荣。 而随着患癌之后的张达明的再度出山,也注定为这部新剧剪上添花。 张达明身上对于演戏的那份热忱,确实还是相当值得尊敬的。 6. 廖俊雄 前不久,据港媒最新报道,香港知名男星TVB前艺人廖俊雄,近日罕见露面接受传媒采访。 在访问中,他自曝患上了胃癌。 目前已经完成了手术,切除了半边胃,正在积极康复之中。 据了解,在2021年因为好友廖启志患胃癌离世,廖俊雄感慨万千。 随后他突然自觉胃部不舒服,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,没想到就被查出患上了胃癌。 医生当时就建议廖俊雄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,入院接受手术。 当时得知自己患上胃癌之后,廖俊雄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惧之后,很快便转变了心态,去坦然面对。 目前,廖俊雄的体重已经出现了断牙式的暴跌。 已经从之前的190斤降到了如今的145斤,一年时间里就足足瘦了45斤,相当夸张。 不仅如此,据廖俊雄透露,在2021年的一次化疗中,他不幸中毒,立刻被送进医院的抢救是抢救。 最后,在医院足足待了十多天,才平安出院。 虽说已经确诊患上了胃癌,还经历了这么多不如意,但是廖俊雄自身的心态还算不错。 早前,他还有同好友周润发以及他的登山团一起外出爬山,锻炼身体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也获得了周润发很多的鼓励和安慰,让他倍感温暖。 看了这几位瘦成皮包股的明星,其实也有很多感慨,他们虽然收入不少, 暴瘦的身材下却也是各有各的苦,搞垮了身体就得不偿失了。